~~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絮魁酉甲饮雾沉 这个八字是说 他八字有食伤 也有财 为什么偏偏他就没有钱 他妈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钱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学八字 以为他有的就是好 没有的就是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是在论八字的 其实八字在讲的是一个变化 一个数量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天甲的部分一个物魁合 一个物魁合的一个情况下 天甲其实没有财运 所以他转为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地支有 这边有两财 因为木克土 所以说其实就只有一财 一财的一个状况 他进入这个运程了以后 一个魏土 对不对 有一个魏土 这样子财是变多了 其实不是 反而被受伤的更严重 所以来讲 他反而进入了这个运程以后 他的财被化差的部分是更多的 所以当然自然而然 他在这个运程里面 他的财运是偏弱的 他的财运是偏弱的 那来说的话 今年是己害 己害是算是说他最后的一年 在己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尹亥一合 他的一个土全面性的全部都出现 所以在今年他是会是一个机会点 但是空有机会不要在这边哭哭闹闹的 去做 去做 那才会真的实现 其实他进入下一个运程 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他进入下一个运程 跟金克甲木 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官运还算不错 他的地支 你会发现到 银木生无火 生戊土成土 所以一连相生的一个情况下 他下一个运程 财运跟官运全部都会起来 所以他应该要好好的把握 从今年开始 他的一个运程开始 逐步逐步的再起来的一个情况 当然因为今年是流年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的一个财运的一个状况 顶多是8个月而已 也就是说假如在扣掉现在的话 应该就剩下没几个月 可能就只剩下应该半年左右的财运 在这一种情况下他还是要努力 我还是觉得他要努力 哈哈哈 来讲的话 那就表示怎样 他的一个运程已经开始在进来了 所以他现在可能同样的努力 会比以前要好 但是你只要单单靠运程 其实成长有限 成长有限 这时候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可能要好好的去怎样 更去提升自己能力 同样的能力提升 让他获得的财运会更强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本质在现在开始就已经在进入走运 各位也就会知道就是说 其实八字并不是在算算数 不是算算数 说他有财 他有食伤应该都很好 可是实际上没那一回事 没有那一回事 对不对 更何况他也没有食伤 他讲的是地支的藏杆而已 其实基本上并不是他真的八字里面并没有食伤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好不容易要给他运了 这时候不要在那边问 赶快去行动 这个一直是我在强调的事情 行动才会真的有配合你的运 他才会有好的结果 不要单单只是在等 等会好一点点 但是你假如什么都不动作 其实基本上成长有限 甚至没有感觉 甚至没有感觉 所以各位还是回归到我常讲的 有运了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运再见 拜拜